台北市中山区公所原定7月13号起 举办2013封中山系列活动 因为苏力台风的影响 将顺延到7月20号来举行 而活动内容包括了古迹导览 艺文表演以及手工艺品教学等相当的丰富 台北市街头艺人协会的动感歌舞表演 为即将登场的活动揭开序幕 由中山区公所举办的基层艺文活动 2013封中山系列活动 原定在7月13号周六登场 受到苏力台风影响 将延至7月20号来举行 那因为苏力台风的关系 我们礼拜六的活动 那就顺点到7月20号 然后在啤酒文化园区来举办 欢迎我们视频朋友来参加 除了竞歌热舞之外 中山社区大学的日本舞泳团 舞者穿上传统和服 随着乐曲起舞 不只让记者会的现场来宾 感受到浓浓的日本风情 同时也将在活动中带来精彩的表演 这个活动内容非常精彩 那我们有一些台北的加年法的活动 还有我们一些古迹的导览 那个台北里面有一些古迹的建筑 那我们会有导览员帮我们做导览 那还有一些精致的手工制作的区 那我们就是要宣导我们 区内的一些民属的活动 那也欢迎有四名朋友来参加 2013风中山系列活动 将从7月20号到8月24号 举办五场次的活动 除了各项精彩的表演之外 还有免费的手工艺品教学等活动 中山区公所也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中家台北新闻领袭会采访报道 中山区公所也欢迎访报道